欢迎来到丁丁卓车 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们来聊一聊我身边这辆全新的奥迪A3 严格来说呢 全新这两个字也不是特别的恰当 因为海外版的新A3呢 已经是换装了1.5T的发动机 而国产的新A3 它虽然也是新一代 但动力单元仍然是沿用的上一代的 1.4T加上7档的双离合 那国产的A3呢 有两个版本 两项版是一个标准轴距的版本 三项版本的轴距加上了5厘米 所以车内空间的表现会更好一点 时尚运动型 关架223,300 这是一个中配的车型 但这辆车上呢 还是会有一些选装的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两箱的新A3 其实它的车身比例 跟上一代产品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也许你从某些角度一眼看 未必能够认出来 它是一个新车的身份 但是你从整车的这个状态来看 这辆车确实会比上一代产品 显得更加的精致 也会更加的运动 比如说这个LED的车灯 还是挺精神的 然后车身上呢 这样一些轮角分明的线条 包括凹凸有致的这些 块面的设计 整体来看 这辆车还是会显得更加的精致 运动的方面呢 它还是会吸收了 RS车型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大嘴 蜂窝状的这样一些设计 包括上面有一个很窄的这么一缝 一个缝条 包括说两边的这个开口 其实也挺大的 然后轮圈呢 这辆中配车型 选配的是一个18英寸的轮圈 匹配的是GOOT-E EGO F1 这么一套还是比较偏运动 偏性能的这么一套轮胎 所以这辆车整体给人的感觉 还是会比较的运动 但是呢 在运动这方面呢 它的设计又没有特别的彻底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辆车身上 看到非常多的一些镀隔的装饰 比如说大嘴的四边是镀隔的装饰 然后呢 车窗的包围也是镀隔的装饰 车身下方也有一些镀隔的装饰条 那这样一些设计和当下非常流行的 用一些亮黑色的设计 来凸显运动感 这么一种潮流又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的运动 好像又没有特别的彻底 那我不知道奥迪为什么会这么设计 可能是为了照顾一些小姐姐们的一些观感 但在我看来 如果能设计的更加的纯粹的运动 可能会更好 毕竟这辆车它是有一个质压版 有一个更加温和的设计 那这辆S-Line的版本 完全可以设计的更加运动一点 来到车内 那这个驾驶舱呢 确实会给我那么一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人说它用了一些蓝波晶晶的设计元素 确实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空调出风口 这样一个线条的设计 确实有几分蓝波晶晶的感觉 那这个驾驶舱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呢 它对精致感的营造是比较到位的 坐在这儿就是一辆奥迪该游的感觉 那从设计手法上来说呢 它还是一种非常传统豪华的这么一个设计手法 整个驾驶舱非常有层次感 这边是空调出风口 中控触控屏 一些物理按键 储物和挡把 然后这边呢空调出风口 一个装饰面板 非常有层次感 你甚至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复杂 然后这个中控台是很高的 我坐在这个地方 把座椅调到最低 我的感觉就是车门中控台座椅 把我非常好的包裹在里面 那这种感觉跟今天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那种 极简主义的内饰设计 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会更喜欢哪种风格呢 评论区留言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储物空间 那这辆车储物空间整体的表现呢 我觉得还行 中央扶手相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放一包纸巾 前面是两个杯架 但是呢 它在中控台的前方 这个储物格还是挺大的 放一个手机 放一个钱包都不错 这个表现比我们不久之前测试的 奥迪的A6 Allroad 还会更好一点 然后它的挡把设计呢 很有意思 大众集团从保时捷的921 到八代的高尔夫 包括新A3 整个的挡把现在都是这种 有点像麻将牌的这么一种设计 那它的好处呢 上方会省出一些空间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用来干嘛 这个中配车型呢 它的座椅是皮和织物混搭的 这么一个座椅 这个座椅呢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首先呢 它这个长度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呢 坐在上面 整个舒适感是很不错的 而且呢 两侧的包裹性也不错 当你稍微激烈驾驶的时候 你会发现身体被支撑的 还是相当好的 再来看一下车机 那这辆中配车型呢 我的前方是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屏 高配车型会是一个12.3英寸 更大的全液晶屏 那中控屏呢 是10.1英寸 这个是全系标配 不过呢 我们这辆试驾车 仍然没有开放车主的这么一个账户 所以呢 有些功能还是没有办法去体验 那就我作为一个客人 第三方的客人来使用这辆车 使用这套车机呢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两个优点 两个缺点 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它这块屏幕 包括整个UI设计 还是非常好的 今天太阳非常的强烈 但这块屏幕 它的反光呢 有一点 但不会特别的厉害 该黑的地方还是黑 整个的视觉的效果 这个是不错的 第二呢 这套车机 它是支持无线Caflade的 整个使用体验也相当的不错 缺点的两个 第一呢 这辆车 它的Auto Hold的功能 是没有物理按键来控制的 它只能通过车机来控制 而且呢 还是长得挺深的 它叫防流车辅助功能 如果你日常行驶过程中 要开关这个功能呢 使用起来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第二呢 这辆车 它倒车影像的画质 非常的糟糕 变形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配不上 一辆奥迪该有的 那么一种品质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 这辆车 它的车机的这个触控的功能 它不像A6那样 有物理的这种震动的反馈 它是没有的 会觉得不太好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使用体验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我在用A6的时候 我也会把那个震动的反馈关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说了 这辆车它是支持Carplay的 你在用Carplay的时候 它是没有震动反馈的 所以你在用这个 它本身的车机的时候 如果没有震动反馈 是很和谐的 但像A6那样 一块有震动反馈 一块没有震动反馈 反而会显得比较的分裂 好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刚刚说了 这是一个标准轴距的版本 腿部空间差不多是一圈 头部空间呢 差不多是四指 因为这边有一个掏空的设计 那这个空间表现呢 在紧凑级的两枪车里面呢 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 我乘坐的这种感受呢 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这个后排的整体的评价呢 我觉得能用 但用起来不会特别的舒服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个两枪版本呢 后排应该不是一个 经常会使用的 这么一个使用的场景 那三箱呢 轴距加长5公分 大概这么多吧 所以腿部空间呢 还是会更好一点 那这辆车的后背箱的表现呢 整体还是一个挺正常的表现 后背箱的底板是上下 两个位置可调 你放到下面呢 整个后背箱的可用的高度会更高 那放到上面呢 基本上跟后排座椅放到以后呢 几乎是一个全屏的状态 好我们把车开起来 那刚刚已经说了 国产的新A3呢 仍然是沿用了1.4T 加上七挡双离合的这么一套动力系统 海外版的1.5T 可能还要晚一两年才会来 那这套动力系统呢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最大功率150马力 在大众集团很多车型上都有大载 那它在这辆车上的 动力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首先从绝对动力上来说呢 我觉得这辆车后劲是有的 但爆发力不会很强 比如说全油门状态下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321全油门 你会差不多要等一秒多的时间 才能够迎来一个动力的爆发 但是呢 如果你深踩油门 比如说你跑高速的时候 油门超过1分之1 保持在2分之2 3分之3 这么一个油门的深度 你会发现 它还是很有后劲的 整个加速的这种感觉 还是比较有力的 所以这套动力就是有后劲 但爆发力不会很强 那从动力响应的角度来说呢 这辆中配车型 它是没有驾驶模式可以选择的 它只有一个D挡 一个S挡 D挡状态下呢 我会感觉到它比较愿意升挡 但不是特别愿意降挡 基本上你需要一个 比较深的油门的踩它 基本上踩过1分之1 才能够激发它一个降挡的动作 或者一个比较好的动力的响应 那如果是在S挡下呢 整个动力响应会更好一点 但是最好的是 通过拨片手动换挡 整个降挡的速度 还是会比较的快 然后呢 从平顺性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 这辆车在90%以上的行驶状态下 整个的平顺性是非常好的 两种条件下平顺性会不太好 第一呢就是在非常低速的情况下 走走停停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感受到这种震动 那这种震动呢 它还不是说换挡过程中的那种顿挫 而是说这辆车 它这个变速箱啊 不是特别愿意降到一挡 你在低速行进的过程中 它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二挡 然后呢 如果说车速比较低 然后你突然要稍微深踩油门 希望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动力响应的时候呢 这个二挡就会有那么一点点震动的感觉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当你把转速拉得很高的时候呢 尤其是后排的乘客 还是能够感受到来自地板 比较明显的这种震动 操控方面 第一个感觉呢 就是这辆车 它的转向手感没有那么的轻 因为我们知道奥迪那些车型 A4 A6转向手感都非常的轻 而这辆车呢 没那么轻 所以会给你一种比较运动的感觉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真皮包裹 手感是相当不错的 对我来说呢 3.9点握住的地方呢 稍微有点细 所以握在上面呢 有一点空的感觉 但这个设计 对于小姐姐们来说 应该还是挺友好的 然后这辆车 整个操控的响应是挺快的 你会感觉到是一辆 开起来非常灵巧的车 车头车尾整体型非常的强 不会像看某些车 车头车尾会被分成两节 这辆车呢 整体非常的灵活 不过你在紧急变现 或者高速过弯的时候呢 你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侧倾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的感觉啊 这辆车其实它的操控的极限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在这个极限范围之内 它的操控的灵活性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开起来会非常的敏捷 而且呢 轮胎的抓地力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底盘的表现呢 我觉得还不错 这辆车的底盘呢 还是会保留比较多的路感 然后在经过减速带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轻微的余震 但整体上来说呢 你不会觉得很颠 那为了视觉上的一些观感呢 现在A3的中高配车型匹配的都是18英寸的轮胎 低配车型是17英寸的轮胎 那我相信低配车型的舒适性呢 还会更好一点 不过这套轮胎 包括这个底盘 它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就是当车速起来之后 你会感觉到这个胎噪还是会比较的明显 而整个底盘的隔音呢 不会特别好 所以开这辆车跑高速的时候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它的高级感还是会有些缺失的 最后有一个需要表扬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刹车 这辆车它整个刹车的效果 包括刹车的脚感非常的好 整个刹车的脚感 循序渐进变重 会给你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这么一个刹车的感觉 最后总结一下 说起A3呢 难免会像其他的两个老对手 宝马的E系和奔驰的A级 那相比两个老对手 这辆车的竞争力如何呢 我觉得在三辆车中 E系今天仍然是操控表现最好的那一辆 而且呢 宝马提供了2.0T的发动机 而且2.0T车型 今天市场终端的实际成交价 基本上也就跟这辆新A3 1.4T中配车型差不多 不过呢 E系的内饰却是会弱一点 A级的豪华感的营造 仍然是最强的 而且呢 三叉新的车标对很多女性消费者 也会更有吸引力 不过A级的机械素质 又会稍微弱一点 那这辆新A3呢 我觉得它的精致感的营造 是非常到位的 驾驶品质方面呢 有一些弱点 但整体来说呢 也OK 而且它提供了 两箱和三箱两个不同的版本 可以最大范围的去覆盖 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呢 我觉得这辆车 还是有它的购买价值的 关键的看价格 那今天呢 新A3的市场终端折扣 在2万块钱左右 中配的裸车价20万左右 低配的裸车价18万左右 上一代的A3 价格曾经下探到 14、5万这么一个水平 还是那句老话 早买早享受 晚买又折扣 所以你愿意为它花多少钱呢